今天我们来学习玻璃的结构 玻璃的结构是指玻璃中置点在空间的几何配置 有序程度以及彼此间的结合状态 同时玻璃结构最大的特点是进程有序 远程无序 各种关于玻璃结构的学说 凶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明玻璃的 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学说是精子学说和无规则网络学说 首先来看一下精子学说 该学说建立在两个实验基础上 第一 归算源玻璃加热到573摄氏度时 折射率发生机具变化 而石英晶体在573摄氏度时 发生α和β形的相变 这表明玻璃中存在晶体结构 第二 X摄氏眼射风系表明 石英玻璃眼射的主风与晶体的特征风一致 纳归玻璃的眼射主风与石英晶体和偏归三纳晶体的特征风一致 且保温温度越高 时间越长 玻璃的眼射风就越明显 由此可见 玻璃是由无数的精子组成 这里所说的精子不同于一般微精 而是带有精格变形的有序区域 它风散于无定型的介质中 并且精子到介质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 两者之间无明显界限 该学说揭示了玻璃结构的不均匀性 描述了玻璃结构的进程有序性 但是精子尺寸太小 无法用X摄氏解测 精子的含量组成也无法得知 这是该学说最大的不足 第二个学说是无规则网络学说 该学说认为 形成玻璃的物质与相应的晶体类似 形成相似的三维网络结构 该网络是由离子多灭体 四灭体或者是三灭体构筑起来的 而两者的区别在于 晶体中多灭体做有规则重复排列 而玻璃中多灭体的排列是无规则的 石叶也证明了这一点 X摄氏解液设分析表明 玻璃中晶体的尺寸 与方石叶晶包尺寸相当 且结构中没有不连续的空隙 用复利液分析法 可以得到石叶玻璃中 月子的镜像分布曲线 该曲线表明 玻璃中归氧月子的接距 与晶体归算源中的归氧月子接距相符合 同时归月子的配位数也4.3 这些都说明石叶玻璃和石叶晶体中 均存在相同的归氧式面体 如果用无规则网络学说来描述归算源玻璃 则可以认为 阳离子多灭体通过巧氧向列 向三维空间无规律发展 形成网络结构 网络形成离子处于多灭体中心 网络变性离子在网络阶系中统计分布 该学说说明玻璃结构宏观上是均勻的 同时解释了结构的远程无序 揭示了玻璃的各项同性 但是该学说不能完美解释玻璃的微观不均勻性 和风向协向 因此这两种学说各自都能解释玻璃的部分性质 但两者正在逐步靠近 他们对玻璃统一的看法 均是玻璃是一种具有近程有序 远程无序的无定型物质 好 玻璃的结构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